欢迎收听三好儿童有声书 当聪明遇上智慧 麻雀搬家 有一只聪明的麻雀妈妈 一到夏天就带着小麻雀住进稻田里 因为秋天稻谷逐渐成熟后 它们总有享用不尽的骨子 一天 贾农夫到田里巡视 看到金黄色的稻子 在田间随风摇曳耀眼夺目 于是开心地说 啊 稻穗都长得这么饱满成熟了 明天该把它收割回去了 这时 躲在田里面的小麻雀 听到贾农夫这么说 赶紧飞回家报告妈妈 麻雀妈妈听了以后 皱着眉头说 我们要赶快搬家了 离开这块稻田 于是 麻雀家族匆匆忙忙地移居到隔壁的稻田里 几天后 新稻田的骨子也都饱满低头 一丛丛的稻碎满地的垂吊着 透露着成熟的信息 乙农夫来到田里巡视 看着美丽的骨子 说 哎呀 稻谷都这么饱满了 该收割了 我得请个朋友来帮忙 才有办法 这次 小麻雀听到乙农夫的话之后 又急急忙忙地飞回家 对妈妈说 不得了 不得了了 这一次 人家又要搁道子了 我们又要搬家了 麻雀妈妈 不急不虚地说 不用急不用急 我们还不用搬 为什么呢 小麻雀满脸疑惑地问 我们上一次搬家 是因为那个农夫的灯亮了起来了 这一次我们不搬 是因为这一家的灯还没亮呢 什么意思呀 小麻雀更加不明白 麻雀妈妈在说什么 麻雀妈妈解释道 贾农夫想到应该收割时 就要靠自己的力量 来完成这项工作 这样的人 有决心 也有办法 自然 很快就能将稻谷收割下来 到时候 我们哪还有 遮身之处啊 所以 要赶快搬家 乙农夫 却想着 去找朋友帮忙 或是 想等到哪天有空 才来收割 这样的心态 显出这个人没有能力 老是想要依靠着别人 就算是处理一件小事情 也会犹豫老半天 像这种性格优柔寡断 处处依赖别人 一点都不积极进取 就是心灯 还没有点亮 所以 它没有力量 我们也不用害怕 不必搬家 小故事 大启示 佛法 叫人要懂得不失 目的是为了 凭自己的能力 自己自足 自立自强 甚至 要生出能力 帮助他人 所以 人 贵能自立自强 因自立 而后才能立人 自强 自强而后才能强人 并不是口号 自立 是自信的表证 自强 是能力的肯定 感谢收听 三好儿童有声书 3 k 3 0 3 6 6 7 8